我 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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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音号 你管他还有人 不不 不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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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刚才外面那个是谁 为什么会有两个你 外面那些 都是我 也都不是我 小颜 我正要去找你 你就送上门来了 你腾山哪 他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 腾山长得好得很 放心吧 他会去找你的 这不过 我现在就要把你练成要傀儡了 你说 你是活着做呢 还是死了做呢 他活这么大 一把岁数了 还这么不关注 你就不一样 小小年纪 胆子倒挺大 是啊 我不仅胆子大 我还特别好学 你看 我都快死了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这药魁蕾到底是怎么做的 这里面学问大得很 有的是 有的是 开塘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 有的是 可以不动外形 只是让活人失去意识 你想做哪种 这么厉害啊 怪不得说药魁蕾是魂殿秘传 是斗气大陆最恐怖的东西 是要用这个扎我吗 会不会很疼啊 不疼 这是头骨针 在头骨上 顶住你十三处学位 就会让你的身世瘫痪 不行 我得留住你一条命 也许将来还有余 哦 对 还有一种做法 在这儿开到口子 把那它掏出来 天上特制的药物 七日之后 你就可以变成 不生不死的药魁蕾 不行 这种做法 我得留给你 至于你嘛 不疼吧 其实就是把你的神识 慢慢地封住 就像睡了一样 醒了 就是另外一段人生了 或是 我还有一个想知道的 可不可以满足我 你那个可以分身的功法 又是什么 这是魂殿的离魂术 这一阵嘛 你就会觉得 像是泡在热水里 睡吧 睡吧 你呢 国师 国师 你得告诉我呀 这是离魂术的第三重境界 就是让中脉的抖气 注入到神识当中 你就可以 化身前往 说话走 在长远沿连 就跟真的一样了 哎 哪里的抖气 中脉的抖气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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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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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 你这本事太大了 你能不能交给我啊 你们别看晚上了 您等我一下 我现在想办法 嗯 又老 你是要问 击败伐马的方法吗 是 外面药傀儡太多了 我和海老根本打不完 必须得击败伐马的本尊 他的本尊我知道在哪儿 可你去不了 怎么说 他在魂殿的祭坛里 那个制作药傀儡的房间 地下有个黑铁的阴阳鱼 那就是伐马用来 穿梭魂殿祭坛的通道 你如果想击败他 就要利用离婚术 进入魂殿 至于能不能出来 就要看你自己了 魂殿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您知道吗 我从那儿逃出来 怎么会不知道 我这一辈子 还没有见过这么诡异的地方 在那里 没有时间 没有生死 有的 只是无尽的痛苦 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吧 祭坛在哪儿 有办法了 来 海老 麻烦您帮我护法 我要去消灭法马的本尊 保护谁 我 消灭谁 法马的本尊 这这这这 魂殿祭坛外面 有一片海底阴火的巨大屏障 您用古灵狼虎护住身体 用最快的锁 穿过屏障 帮助